五本来自土 传法就迷情 一花开午夜 结果自然成 南北朝时期 天诸国达摩老祖东渡中原 旧版《射雕英雄传》中 记载他来到中原以后 遇到了一位中原武士 二人交手互有胜败 达摩遂于少林寺后山闭关九年 自创九阴真经九阳真经 后来金老先生将其修改了 达摩老祖成了少林七十二绝技的祖师 并留下了一部举世无双的内功心法 易金经 世人提及金庸笔下的和尚 往往会推达摩老祖为天下第一 其次便是扫地老僧 其实在金庸十五部作品中 还存在一位武功盖世的和尚 结合小说内容记载来看 我认为此人的剑法可以排在独孤求败之上 而武功也可以排在扫地僧之上 一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金庸笔下的爵士高手到了晚年 大概都会选择一个不受外人打扰的地方 安静地修炼武功或者是修养心性 而大部分人物会投身宗教 要么隐居少林寺如扫地僧 要么隐居深山修仙炼道如张三丰 众所周知 金庸先生在他的小说里塑造了许多精彩绝艳的主人公 有意思的是金老先生几乎从来不写主人公的归宿 虚竹 杨过 张无忌 石破天等人最后生活如何 与身边的人感情如何 武功如何 结局如何 金老先生都没有说 令人感到遗憾 当然 不是所有的主角的结局金老都没有交代 比如萧锋后来死在了燕门关 郭敬黄荣死在了襄阳城 而萧锋的三弟段玉后来则成了和尚 新修版天龙八部的结尾就交代了段玉的结局 大礼 史称后礼 宪宗宣仁帝段玉 其后避位为僧 一共做了四十年的皇帝 传位于其子段正兴 二 金庸笔下最神秘的和尚 相信大部分读者都不知道段玉后来成为了一名和尚 所以他可以算作金庸小说里最为神秘的和尚 何以说段玉的剑法在独孤求败之上 武功在扫地僧之上呢 咱们逐一分析 第一 段玉的剑法 小说后期段玉基本上很少出现六脉神剑 十灵十不灵的弊端 独孤求败剑种一言 四十岁后不至于物 自此经修 渐进于无剑圣有剑之境 根据天龙八部的内容记载来看 段玉在学会六脉神剑以后 其实就已经达到了无剑圣有剑的境界 且六脉神剑与寻常的武功招式大不相同 乃是以手指发射剑气来伤人 因此可以随时自创新意 杜德一会儿 秋摩制只觉得对方的内劲越来越强 剑法也是变幻莫测 随时自创新意 与世才本音本相等人的拘泥剑招大不相同 独孤求败内力惊人 独孤九剑虽然可以破尽天下武学 但是遇到六脉神剑这种动作不像招式的绝学 触定也无法破解 所以单单论剑法水平 段玉无疑能够排在独孤求败之上 第二论武功 段玉也足以排在扫地僧之上 在天龙八部这部作品中 六脉神剑乃是天下第一剑 不论招式威力 都能排在天下任何绝学之上 扫地僧曾评价 降龙十八掌天下第一 侧面提示他的招式不及降龙十八掌 而肖锋见识了段玉剑术以后 便自认难以抵挡 可见段玉的武功招式 也可凌驾于扫地僧之上 金庸笔下最了不起的和尚只有一个 旧版作品中的达摩很厉害 但是在后来的版本里他被削弱了 所以这个人只能是段玉 段玉年仅二十出头 就被金庸赋予了震骨朔金的评价 段玉若到了晚年 他的武功修为会提升到何种境界呢 细数段玉所会的武功 实际上不算多 反而只有屈指可数的三门 即六脉神剑 北明神功和陵波威部 不过段玉的武学配置 生动地说明了再精不再多 原来段玉的武学配置 达到了攻防兼备 属于配置中的顶流 一门北明神功 巧取豪夺 吸走了无数高手的内力 这远比其他高手 打坐修炼都要快捷得多 有了魂厚内功的加持 段玉的六脉神剑 一经施展 威力惊人 往往能杀人于无形之中 单单这六脉神剑 就能让段玉 机身一流高手之列 只因段玉 能一人同使六脉 而六脉神剑 不仅有志无形 还变幻莫测 尽头魂厚的少商剑 灵巧多变的商阳剑 昭示古朴的官冲剑 即如风雷的少冲剑 无法琢磨的少则剑 大开大合的中冲剑 都能让对方疲于奔命 无法招架 至于灵波微步 则是一门顶门的轻功 不管是在千军万马之中 取人头颅 还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灵波微步都能达到 很好的效果 纵观段玉在天龙八步中的表现 他的灵波微步只要施展开来 就好似罗瓦生辰 每一次都能让对方捕风捉影 望洋兴叹 金庸对段玉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 通为天龙主角 金庸耗费了最多的笔墨在段玉的身上 此外 萧峰被金庸挟死 而金庸对虚竹的晚年也是只字不提 唯有段玉让金庸提笔新增了一段新的剧情 在新修版的天龙八步的末尾 金庸写道 大理县宗轩人帝段玉 登基是年号日新 后改文治 永家 宝天 广运 共有五个年号 其后臂位为僧 一共做了四十年的皇帝 传位于其子段正兴 段正兴史称 景宗正康帝 次年改元永珍 他做了二十五年皇帝后 也避位为僧 传位于其子 段正兴之母姓名 史无记载 是穆婉清中陵小雷 还是别位嫔妃所生 便不得而知了 可见金庸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段和玉 作为原形 杜撰了一个武侠人物段玉 通过段和玉的生平事迹 以及金庸留在原文里的暗示 我们就能窥见晚年段玉的武功修为 段玉身为大理国君 在位长达四十年的时间 为了大理国的发展 历经图治 偶心历靴 作为日理万机的宣人帝 段玉哪里还有时间修炼武学呢 松上来看 晚年段玉的武功修为 只退不进 各位大侠 你们觉得呢 好 好 好